各位,你们好,欢迎来到阿N与阿Lam频道,我叫阿凡,今天,我会承接上一集的内容,继续为大家讲述,哥哥张国荣的生平和故事。 张国荣的海外影响,1983年,张国荣当选新加坡南洋商部的亚洲十大歌声。 从1980年代起,张国荣为韩国最受欢迎的外国明星之一,是第一位享誉韩国乐坛的华人歌手。 1987年,他的专辑爱慕,在韩国空前大卖二十万张。 1989年,专辑The Greatest Hits of Leslie Chang在韩国的销量高达三十万张,替造华语唱片在韩国的销量纪录。 由他亲自填词的英语单曲To You,成为韩国家御户晓的歌曲,并荣登当地流行音乐榜,当时拍摄的Orion To You考客力广告,更是让该产品药星成为韩国前三大的热门考客力。 其他歌曲如《当年情》、《善女幽云》、《奔向未来日子》等,也受到韩国当地的欣赏。 1995年,专辑《宠爱》,在韩国的销量超过五十万张。 至今仍保持着华语唱片在韩国的销量纪录。 专辑中的歌曲《A Thousand Dream of You》,在韩国大受欢迎,并一度攀升至韩国流行歌曲排行榜榜首位置。 《A Thousand Dreams of You》,还入选了韩国YES24评出的,韩国最流行的二十首影视金曲,张国荣视为一有歌曲上榜的华人歌手。 2012年,韩国最大的流行音乐颁奖礼,Mnet亚洲音乐大奖,在颁奖礼开场时播放张国荣的告别演唱会片段, 并由韩国艺人宋仲基,演唱张国荣的经典歌曲《当年情致敬》。 2014年4月,韩国最大的广播电视台,KBS,评出了韩国人最难忘的六大影视金曲,张国荣的歌曲《当年情》,是唯一入选的华语歌曲。 2015年,韩国MBC电视台,评选Music Broadcasting Best,100,张国荣有两首粤语歌曲《当年情》,和斌向未来日子上榜。 其中当年情排名第五位。 电影方面,张国荣憑善女幽云打入韩国市场,并在1989年和1994年,当选韩国最受欢迎外国影声第一位。 2003年,韩国电影频道OCN联同21家电影网合作举办八大影声评选,张国荣名列海外影声第一位。 2006年,韩国电影杂志Movieek,与电影频道OCN合作,选出一百部最受欢迎的电影,张国荣主演的霸王别基和英雄本色,是上榜的两部华语电影。 2009年,韩国首尔举办了以张国荣名字命名的张国荣电影节,用为期一月的时间,上映张国荣的经典影片。 这是韩国首次为怀念特定明星而举办电影节。 张国荣是首位获得日本影评人协会最佳男主角的华人男演员,并于1993年,受邀担任日本东京国际电影节评委。 他在日本举办过二十场个人演唱会,替造香港歌手在日本开演唱会的长次纪录。 1994年,由他主演的霸王别基,在日本公影时反响强烈,在东京创下连续放映43周的奇迹。 1996年,他获得日本著名雜誌《Azio Pop》《班法的人气最旺》,和最佳艺人两项大奖。 1997年,他在日本举办六场巡回演唱会,打破香港歌手在日本开演唱会的长次纪录。 1998年,他受邀担任柏林国际影展评委,是第一位担任歌影展评委的华人男演员。 同时,成为有日本时代雜誌之称的著名新闻周刊AERA的封面人物,创刊十周年纪念专号。 2000年,他在日本举办十场巡回演唱会,创下香港歌手在日本开演唱会的长次纪录。 2001年,获得日本拥有最多会员的亚洲电影影迷会Cinney City,评选的最佳男演员奖。 该奖项举办十一年,张国荣有10年夺冠。 2006年,日本放送协会举办,在日本最受欢迎的演员评选。 张国荣当选国际十佳男演员,是为一入选的华人男演员。 其他还有汤姆克老师,强尼戴普等,霸王别基则被选为十佳影片。 好,张国荣的生平故事,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 在下一集,我们会继续为大家讲述哥哥的生平和故事,请大家继续收看。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,请订阅我们的频道。 同时,请分享这条片给其他喜欢哥哥的朋友收看。 拜拜!